完了 我又被山崖给点名了 怎么都在艾特师兄测评啊 这个小龙虾料只有我们四川人敢吃 外地的朋友敢挑战吗 只有四川人敢吃的小龙虾调料很辣吗 师兄你今天挑战不喝水 捡完它 买了 好人家小龙虾调料和六斤的小龙虾 这也是粉丝们爱的我侧的 一直听说四川人请能吃辣的 还有哪些地方比四川更能吃辣的 今天师兄就作为北方人挑战一下四川的麻辣小龙虾 先看 特别好 里面有植物 水生盐 豆花酱 黄酒 辣椒 白沙糖的调料 报上七十二个月 里面的花椒辣椒啊 都是人民精选 看厉害的四川成都 可好家伙 这成都的食物有多辣的麻 这麻辣小龙虾调料和辣肉小龙虾调料我都买 大家宣传一包调料能炒 单狗小龙虾就算小白大家也能妙变大厨 先给小龙虾去一头去下线 油热后加入葱姜蒜 干辣椒 炒香 再把小龙虾倒进去 翻炒后再煤一下 等小龙虾变红后 再把这小龙虾料倒进去厂箱 加入五百合成啤酒 大火转为我们 15分钟 LATER 这位直接把根本给整饿了兄弟们 分别给它们配点泡面和老菜 去我的两份小龙虾在你们家卖多少 接下来是用直接挑战不喝水缺完它 奢兄这名你必须得服 红了不管 尝尝 嗯 真的太好吃了家人们 根本停不下来 好爽啊兄弟们 不愧是四川的麻辣椅 至少有个中辣的程度 又麻又辣 却根本停不下来啊 这个辣度是很香的卤之味 加着辣味很刺激 搭配卤菜啊贼过瘾 炫完了 相信我兄弟们 在家吃龙虾就用好人家 中和评价